这大渣男 劈腿内地已婚 H型女星 穿与黄艺 或思艳有染 或是这人长沙宣传现场 陆涵搞快可爱 自朝25岁 更想演青春少年 我也特别想演青春剧啊 因为在 你现在演25 再过几年再不演 也比我好辣肉 更多精彩就在今晚6点55分 娱乐极先锋 哇 Shabby shabby Are they shabby 娱乐极锋 娱乐下起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佳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娱乐极先锋 在上周五的时候啊 参康勇士宣布 推出康熙来了 震动了整个娱乐圈 那么当时呢 小S表示将共进退 那么如今呢 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同时呢 也是迎来了 新一期节目的录制 昨天呢 小S就通过微博 发表了自己的心情 她留言说 明天要录康熙了 我还舍不得睡 因为啊 一起床就要录像 录完就离结束的那一天 更近了 而相比呢 两位主持人的告别 网友的留言 则是显得更加的留恋和不舍 他们说啊 录一期告别仪式吧 就当为我们这些 看了十多年康熙的观众 哎 说起来这事 真的就觉得是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特别的舍不得 到底会不会有 这样的告别仪式节目呢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那么接下来呢 就走进我们今天的头条 一组最新的娱乐开心 软金天被爆劈腿 H女星制分手 获斯燕黄一躺枪 前不久谈了八年恋爱的 软金天和徐伟宁被爆分手 不过最近两人刚消停点 又有消息指出 软金天曾劈腿内地一位 已婚的H姓女星 并且该女星已经跟老公 协议离婚 爱于形象和孩子 决定两年后再公布离婚的消息 这部网友瞬间清醒 脑洞大开 点名H女星就是获斯燕或者黄毅 各有网友表示 只要不是霍建华 我都能接受 黄子娇结婚不邀小S曾宝一 害怕前任的困扰 话说早前金钟奖颁奖典礼上 小S邀请黄子娇曾宝一一同上台 上演了一场世纪大和解 两位前任更是祝福黄子娇和孟耿如 这样观众直呼 我要跪着看电视了 回音之路不好走 话风转得这么快 看来黄子娇的结婚现场就会出现前任攻略中的经典画面了 但是时间之势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 仅仅过去了一个月 43岁的黄子娇变卦了 近日在主持第六届精英讲师 他就告诉媒体 邀请他们会造成前任的困扰 但红包还是可以接受的 007报主题取花絮 萨姆20分钟写出磅礴新作 第二十四部007电影《幽灵党》即将于11月13日登陆中国的荧幕 不过仅仅预告出现的些许画面 似乎已经满足不了影迷们迫切的期待了 近日片方再次发布了一款音乐制作特辑 让大家从MV的主题曲中找到了新的共鸣 在激烈刺激的电影背后 抒情感人的主题曲为影片提供了新的灵感 据悉该主题曲在全球发布后夺下了美国公告牌 英国单曲榜双冠军 并超越了阿戴尔版的Sky 4 成为了史上第一首登顶英国单曲榜的邦德主题曲 如此伟大的电影创作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萨姆只花20分钟就完成的歌曲 他也坦言这是他最短时间内完成的作品 但不妨碍他成为一部动人之作 前后面集正的报道 昨天的节目之中 我们才刚刚公布了佟丽娅怀孕的喜讯 那么今天的导演陆川也是微博报喜 称妻子是产下了A子七斤二两母子平安 她表示儿子小葫芦皮肤白皙 像自己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 只是像妈妈 终于是放心了 那同时呢 网友们也是送来了祝福 恭喜陆川得到了一个葫芦啊 陆川和央视主神蝴蝶 是今年4月11号扯政 6月15号在夏威夷的毛衣岛低调半久 如今呢 德子再加上最近这新片九层腰塔票房也不错 可谓是伤喜临门了 那么同时呢 再过八天的时间 就是10月30号了 杨幂和陆寒是两位高人气的偶像 连妹主演的新片《我是证人》就要上映了 就在这最后的宣传冲刺期啊 陆寒和朱亚文是来到了我们新城长沙进行宣传 姐 快救我 新春悬疑电影《我是证人》即将上映 近日该片展开了全国巡回路演 主演杨幂 王景春昨日去了成都 陆寒和朱亚文则来到了长沙 这也是人气小鲜肉陆寒首次携自己的电影作品 来长沙举办媒体见面会 男色卫衣搭配白色运动鞋 陆寒依旧以乖乖仔的形象示人 面对湖南媒体的长枪短炮 陆寒回答问题羞涩腆腆 挠头 摸脸 撩头发 小动作不断 但始终抱一礼貌的微笑 由于是小型媒体见面会 能进入现场的粉丝不多 但相机咔嚓声却始终没有停过一下 我在这部电影里饰演的是一个 就是爱文华的一个热血的 不靠谱的心理一开始 对 再后来经过剧情层层的 这么低级的细合 我就慢慢成点 对 非常一个靠谱的心理 《我是证人》是陆寒回国发展之后 拍的第二部电影 2014年陆寒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 重返20岁 就获得了2015年第2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该片还以3.8亿的票房刷新了 中韩和拍片的票房记录 之后 陆寒又参演了张艺谋导演的 好莱坞史诗电影长城 刚入影视圈合作的就都是大派名导 陆寒触电的起点很高 回国的发展 陆寒也一直是文打文扎 个人单曲 各类广告也是全面开花 但现在的陆寒对于拍戏 有着极大的兴趣 我会跟那个团队一块讨论 而且一开始拿到这个正恩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林冲那个皮肤的心象 特别吸引我 特别吸引我 特别特别想去详细一下 在放过之后的一个事 我也特别想演青春剧 因为在你现在也二度了 再过几年再不演 也可能我要拉扰了 都是很年轻啊 对 相比起偶像派陆寒 另一位主演朱亚文 则是实打实的演气派 闯关东 红高粱 上海电影节最佳亲人奖 国际爱美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这些都是朱亚文的代表作和成绩 随着吴秀波 近东等大叔的爆红 大叔热席卷了娱乐圈 被问及自己的定位 朱亚文表示自己决定不了市场 但正在努力地适应市场 老干部肯定这些不对 近东哥比我大 就差不多10岁 然后 就584年 差不多10岁 我们入团时间 有相差的五千 有 啊 差不多10岁 他的小鲜肉 我只能说我小脆骨不一样 对吧 不论够硬 但是他没变成那个老汤的那个 那个气质 差不多这样 老干部还是小脆骨 什么样的定位是观众赋予的 不论演技派还是偶像派 文档文扎认真拍好每一部戏 就能得到观众的肯定 节目记者长沙采访报到 哎呦 这部电影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你看看有两位人气偶像 再加上朱亚文 这样一位实力派明星 这样的配置 让这样一个影片既有颜值担当 又有实力担当 票房位上呢 确实已经非常的热了 不过呢 我们都说啊 这每部影片都是力争完美的 我是真人 也是如此 整个影片呢 全部都是由韩国的原班人马打造 而两位的人气偶像 像这个杨幂呀 陆寒呢 似乎也说到 是有这个演技的大突破 果真如此吗 看看他们怎么说 我再说一次 我万分肯定 我靠那个叫眼睛吗 你赞 剧情全程高能 惊悚到窒息 玄间叠起的主线推进 充满了各种神反转 这部改编自韩国电影 盲阵的电影 我是证人 自爆出预告片以来 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该片讲述了一起谋杀案的现场 出现了两位证词 不同的目击证人 而两人却在经历患难之后 联合追击凶手的惊险故事 在片方最新爆出的花穴里 陆寒在一场打斗戏中 被朱亚为一拳狠狠击中 这只小绵羊却没坑一声继续拍戏 媒体见面会上 主持人就现场爆料 陆寒为了这部戏付出了不少 不仅几个月学习滑轮 许多的打斗戏都是拒绝替身 亲自上阵 从接这部戏到陆寒对待戏的态度 也可以看出陆寒虽然是饮食新人 却不愿只做一个花瓶 打斗戏其实一开始挺难的 因为这样环境其实比较恶劣吧 因为它在泳池一打的时候 游泳池我觉得好多 至少有几年没有人清洗过了 在底下就特别滑 其实在剧戏的时候就容易 就是双方都是很滑的情况下 其实走位去的话 会容易就是误伤了 所以这点其实 我觉得是环境的问题吧 除了打斗戏 由于故事发生在黑夜 所以剧组常常是晚上开工 早上七八点收工 几个月的拍摄时间 黑白颠倒成了剧组的日常 且不说年轻演员如何接受 连朱亚文这样有多年拍戏经验的演员 都觉得受不住了 这整个戏都让我成难了 太高了 所以戏我几乎都是 都是夜戏 都是黑白颠倒 都让我开工 因为我演的是 那天要做案的 然后我现在印象里 百分之六十都是在 下雨天 这是北京的天安 此外电影《我是正人》依旧由韩国电影盲镇的原版导演 安尚勋担任导演 剧情方面也进行了中国式的改编 更加的接地气 露韩第一次饰演痞子少年 朱亚文第一次饰演变态的大反派 杨蜜第一次演盲女 这些都是大的挑战 从电影重返二十岁的号召力来看 露韩《人气王》的称号已经没得说了 此次且看小鲜肉露韩演玄一篇 实现演技派的大反转 我用我这两只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你撒谎 当时我就坐在后座 你爱信不信 我知道你是谁 再等一等 你会更为接我的 姐 快救我 你救我吗 你知道 马上走夜路的时候 为什么要点盏灯啊 所以说啊 有杨蜜露韩 朱亚文三位主演 影片是有了一定的影迷基础 票房可以期待 但是啊 并且有这个韩版的电影在前 影片到底能够吸引多少影迷观看 这个问题啊 还是值得我们观察一下 当然了 最近除了这个露韩朱亚文 是来到我们的新城之外 长沙牙策武艺也是回家了 那么这次呢 一是参加电视节目录制 一是现出的自己的新专辑 昨日武艺带着新专辑来到了长沙 录制湖南卫视我们都爱笑 说起武艺 大家对他的印象 似乎依旧停留在五年前 那个有点萌 有些稚弄拘谨的男孩 而在昨天的录制现场 武艺却一改往人内向害羞的形象 在节目中大胆描演 努力搞笑 出道五年的时间 似乎真的成长了不少 说起武艺的新专辑 极度天真 这可是他五年来的首张个人专辑 虽然说之前也发行过唱片 见习爱和武艺的《异想世界》 但却都是一批 对此武艺表示 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 他这些年来的蛻变 更是一本生活哲学式的写真 这张专辑可以算得上是 给自己的五年 交出的一份满意成绩单 因为其实天真这个词 可能在很多人 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可爱 比较幼稚 比较童真的一个 那其实呢 这里所表现的天真 其实是一种 比较难得的品质 那其实我出道五年来 一直就是可能 一直有个自己的小世界 然后保持着自己的童真 不会被外面的一些 嘈杂的一些因素所影响 所以呢 所以就可能 这是我自己独特的一个品质吧 所以就叫做极度天真 武艺的新专辑中 不得不提的一大亮点 就是那充满夏日风轻的 高颜值帅照 要知道好几个月前的武艺 韩英发胖被各大微博 营销号组团攻击 不过好在武艺用事实 证明了自己 我不是虚胖 我是自壮 而新专辑的另一大亮点 绝对是阿萨 蔡卓妍的友情出演 在新歌《收剑人》MV中 标配颜值男和青春女神 碰撞出的纯纯之恋 清新唯美 其实跟阿萨合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对我来说就像圆梦了一样 因为其实我跟她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合作 之前在湖南卫视市 那个时候元宵喜乐会 我跟她合唱过小酒窝 那个时候可能 也就可能不到五分钟吧 可能时间比较短 这一次她也是在MV中 有穿一套白色的婚纱 那我看到她穿婚纱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像新娘一样 其实跟她合作 接触久了 我发现她非常的专业 她也能够迅速地入戏 然后不会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 不会紧张 在采访过程中 武艺不仅要接受 先锋记者的采访 还要准备爱笑节目的录制内容 聊到如今热门的真人秀节目 最想参加哪一个时 武艺的答案让人有点出乎意料 却又情理之中 所以如果有机会 就是让我自己喜欢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真正男子汉比较适合我 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舞台 去向大家证明 就是自己是个男子汉 的确 出道五年的武艺 一直给人可爱乖男孩的形象 如今也已经25岁的她 确实也不再适合 这样的角色定位 先锋记者相信 武艺通过她的不懈努力 一定能向大家证明 男孩已经长大 已经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时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间之内 只有不断的进步 给观众新的作品 新的印象 才能够在众多的竞争之中 争得一席之地 那这样的一个竞争 不仅在我们中国的娱乐圈 在韩国同样也是类似的 近日韩国的韩版的跑男 是为了吸引观众的视线 录制了一期挑战邀请100名嘉宾的特级节目 七名跑男是各显神通 显现出了各自超强的人脉 那么据新的到场的嘉宾 包含了韩国歌手 演员 这个搞笑艺人 以及体育明星等等 是非常的壮观 看来啊 这除了拼演技之外 还有拼人品 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回归说一下乐坛的消息啊 品贯出道了20年 发行了第十章专辑 他说啊 这灵感似乎是来自当爸爸之后的改变 在被布置成一间教室的发布会现场 品贯化身一名小学生 坐在课桌前演唱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 年少时代 所有人仿佛穿越回到了久违的年少时代 初到20年 品贯推出了个人的第十章专辑 无法理解的大人 以少年的视角殖命成长中的各种情感主题 用赤子之心审视长大后的自己 而专辑的灵感来自于当爸爸后的情感变化 现场品贯就跟大家分享起了 他年少时代无法理解的大人 也正是因为当了爸爸 品贯才理解父母当时的唠叨 其实是对自己深深的教诲 回到自己父亲的身份 品贯又开始思索如何将自己的观念交给小孩 我面对我两个小孩的时候 其实我越想当他们的朋友 夺过他们的父母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现在 父母亲跟孩子的代口 是有时候蛮恐怖的 所以我很想好好地当他们的朋友 然后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看待事情 然后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居心此次专辑的创作团队十分的强大 不仅请来了灵溪为歌词操刀 就连周杰伦都运用班底方文山 也来助品贯一臂之力 相信在他们的保驾护航之下 新专辑一定会好听到不行 前方编辑正在到 好的 看完了乐坛的消息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最新的新城文娱信息 因为马上就要过周末了吧 那么在这儿呢 为大家介绍和推荐一些 高品质的画展演出等消息 然后周末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去享受一下啦 作为湖南省最大的艺术盛世之一 今年的艺术长沙已经开启了 文艺新年的周末 不再无聊 大大小小的艺术展 已经汇集形成各大艺术展览馆 就等你去体验啦 这是美轮美术馆一年一次的双个展 邀请到的嘉宾代表画作 也是超级重量级 姚美副院长 知名艺术家谈平的系列作品《赤处》 以及当代中国美术界公认的 四大天王之一 刘庆何先生的系列作品《现行》 两人画作各有特色 个性鲜明 是本月最值的一去的画展之一 正如这个美术馆的名字一样 这里的艺术展通常都很前卫 表现形式也比较多样化 本周是著名新任艺术家何林 带来的《河流不入海》 各人作品展 展区里除了各色新奇画作 还有何林实验性的艺术作品 细细品味十分具有社会性 可赏可思者良多 那我让你来看 位于白沙路的美陆美术馆 请临中国唯一的三国无间独博物馆 是以书香气浓 近期在这里展出了 长沙画家周露芝的个人画作 他的画风格突出 细微淡雅的色彩 缠明了事物的简约美 这和他的生活追求 和个人性格密不可分 评文他的画 给你一个静谧的周末 本周的药星城 带你去看展就到这里了 下周先锋记者又将去往哪里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文艺色彩呢 敬请期待 先锋编辑整理报道 哇哦 药星城好文艺啊 有这么多的画展 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 跟好朋友一起去观赏一下 欣赏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然后这种美呢 可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 不一样的服装搭配啊 不一样的家庭装饰的改变啊 等等都是非常的实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哇哦 沙比沙比 阿贝沙比 娱乐尖锋 娱乐虾喜八面通 我是佳佳 那么昨天节目之中啊 我们说到新浪明星榜的 首位的这个明星就是陆寒了 跟现在这个我是个人的 我是证人的密集宣传 是离不开的 那么今天呢 就在我们节目最后呢 送给大家我是证人的主题曲 勋章一起来感受一下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抗争 你也知道我是警察 我感到天下的我也会有一个 不不懂 我可没有你家的姐姐 我可没有你家的姐姐 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但我绝对没答案 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 尘封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 生命中心 渐渐点信念的人 我一定要把凡人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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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会想